BNT兒童疫苗 因為之前要給大家選 莫德納很多人不願意打 BNT兒童疫苗到底什麼時候來 本來說5月12 有簽合約 還是跟香港復興簽的合約 不是上海復興 香港復興簽的合約 然後沒到 陳時中昨天就給大家一個 非常簡單的叫做什麼 什麼資訊系統有問題 大家想說見鬼了 你不是有簽約嗎 資訊系統是德國資訊系統 BNT資訊系統有問題上不了 他就一語帶過 模糊不清 今天莊仁祥告訴大家 5月16號清晨會到 會不會再跳票 我不知道 說不定5月15號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 網路系統卡卡 我不知道 好 5月16號到什麼時候開打 疫情已經這麼嚴重 快要洪峰到了 陳時中說 接種日很有可能延後到5月20號 你覺得這句話很短 他的重點的詞彙在哪裡 我覺得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就告訴你怎樣 我不知道 其實基本上 韓彬你不覺得嗎 不是我昨天晚上聽到這個消息 我也是很意外 什麼叫做因為他資料無法上傳 所以會延遲 奇怪資料上不上傳跟他 把疫苗運到台灣來 到底有什麼相關 難道香港復興找的也是唐鳳座的網路系統 不然的話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我搞不懂他那個資料系統是多大 他是要把這幾百萬劑疫苗 全部每一個詳細的編號 全部輸上去 應該不至於 所以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完全聽不懂 陳時中也沒有解釋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我覺得那個聽起來 根本就是隨便找個奇怪的理由 就搪射過去而已 問題是假設 這個狀人想講是對的 5月16號就會到 5月16號就會到 那肯定按照我們過去 就是因為我們都要那個封肩 然後整個去檢查驗 那你怎麼可能到5月20開 你正常都到5月23以後 很急 疫苗打下去 第一個打需要時間 第二個打下去 等他產生抗體也需要時間 打完全部弄完之後 洪風都已經過了 是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陳時中 一開始不急的關係 因為他一開始本來 沒打算要給小孩子打 他根本就沒這個打算 所以他在那邊慢慢談 慢慢談 後來是因為壓力實在太大 他才不得不簽 請大家注意 他跟香港復興簽 香港復興跟上海復興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他竟然敢跟香港復興簽 如果說去年要簽的時候 有陳陳阻礙 現在香港復興為什麼又不是問題 韓兵我很想看那個合約 上面是怎麼寫的 上面寫的到底是 對台灣的表述到底是什麼 他合約可不可以拿出來 我跟你講他合約 絕對不會拿給你看 一定又是保密 百分之百保密 那會讓香港復興同意的表述 你覺得香港復興 我們大家都知道 老共的公司多少都有 老共掌控在裡頭 他能夠簽一個用台灣 或是中華民國台灣 這樣跟你這樣簽約嗎 誰能拿到這個合約 然後陳時中如果出來選的話 問凱翔要凱翔很多內部 當時送出來選的話 你就把他拿出來 內幕有多少 官司就有多少 內幕之所在 官司之所在 到時候不但高端不放過你 陳時中也不會放過你 他不知道會這樣 他這一個 如果他拿到這個合約事情 比高端還大條 對啊 對啊 因為這是國家的事情 這洩漏國家機密 更嚴重 所以我真的覺得 現在能找到一天 當然就找到一天 能夠打就有機會打就打吧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過期待 還是先保護好自己 說真的那個媽媽的故事 我看得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其實嚴格來說 這樣做法是錯的 因為那只是一個支持性 當然你一直在旁邊照顧他 支持他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發燒都到40.5度了 這完全是運氣 他運氣稍微不好一點就完了 他沒辦法 他說他有開車帶著這個孩子出去 但是沒有辦法 我知道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這是不得已的一個措施 但現在所有的確診者都這樣子 快篩都是這樣子 是啊 所以這是誰的問題 這是政府的問題 政府不是告訴你們 醫療沒有崩潰嗎 醫療如果沒有崩潰的話 為什麼一個高燒到40.5度的 沒有辦法進醫院看醫生 這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嗎 顯然這就代表我們的醫療 已經崩潰了 不然的話沒有崩潰的醫療 為什麼一個高燒到40.5度的孩子 沒有醫生可以看 所以真的不要再騙人了 這個是很明顯的事情 而且現在才剛開始 我們今天才5萬7而已 黑術不知道多少 接下來是不是一定會更嚴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除了自主應變 沒什麼好講 這位台北市聯誼的中心院區的 就是台北市現在也很嚴重 各醫院小心保護你們的 呼吸治療師 一個一個的確診 一個人確診回家就全家確診 很快整個團隊就沒了 這個醫院可能這個團隊沒了 那個團隊沒有 我現在聽到很多醫護人員講也是一樣 就是醫護人員噼哩啪啪跟爆米花一樣 一個一個確診 我先講一下那個媽媽 我再來講這個好嗎 就是說其實那個不是只有 年輕媽媽應該懂 年輕的爸爸也要懂 我們當過你要塞屁股這個部分 像我現在叫大醫的入門課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們講說 小孩子他發燒就是一個病徵 趕快吃了退燒藥以後 你不能一直讓他這樣退燒 就是這樣 要趕快去看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三天不可思議 你知道小孩子燒到那個頭腦 我會嗅抖的 OK 回到這個部分 我就覺得說 他怎麼都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不是說 小診所或者是剛才講的 退休的那些人 都是可以來動員的 錢到底用到哪邊 我只是舉個例子就講好 就是二次大戰的末期的時候 因為我們醫師是都不夠 所以日本殖民政府 是殖民政府 他訓練了一些藥有個腥 大家知道就是包藥的有個腥 然後他跟他做了一個 檢疫的訓練 都可以做醫生 而且當然他跟你講叫 限定醫 意思就是說不可以過縣市的 可以的 為什麼殖民 那個是已經70年前的 殖民政府都可以做 我們這是民選的政府 到底在做什麼樣的狗屁東西 我坦白講 他做一個這樣的政策 是在害人 草菅人命 所以現在這個醫療 真的是撐不住 撐不撐得住不是陳時中講的 他都告訴我們說 空床隊還是有很多等等 但是醫護人員撐不住 第一個他們的確診數 越來越多 等到確診還能夠來上班嗎 第二個你要累死他們嗎 所以這個精神科醫師告訴大家 是不是可以考慮 你不要三級 那你升2.5級好不好 累三級讓大家喘口氣 讓病毒的擴散緩一緩吧 餐廳改外帶嘛 遠距教學居家辦公嘛 你只要做好這三點 傳播力的RO就會降一半 降一半的重點在於什麼 讓醫護人員喘口氣 讓我們的醫療系統不要崩潰 讓像這樣發燒三天的兒童 可以看得到醫生 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